哎,王阿姨,你忙啊,下地干活了,是啊 我听说你家儿媳妇怎么又生一个女儿啊 要我说啊,这女人在家里啊,就是晦气 你说你们家三代单传,你可不能让你们家小雨断了后啊 这可咋办呀,她的肚子不争计,光生女儿 你说你们家这叫什么事儿,当时小雨取多多的时候,我这个做哥的,我都不同意 行了,行了,你们家我也不管了 不行,我先走了,真的 这家真晦气 哎呀,幸亏啊,我没这样的媳妇 哎呀,这小孩啊,刚混飞着,真是累死我了 多多,你看,闺女现在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随我了 是啊,这宝宝越来越像你了,真是越长越漂亮呢 哎,幸会长的是随我啊,要是随你的话,你看将来怎么嫁人吧 哎,小雨,我说你怎么说话呢,这随我怎么了,随我才聪明漂亮呢 啥样子 小雨,你看这个衣服好看吗 看你们两个,还高兴的,生个女儿还那么高兴 一个村里啊,都在笑话我 刚才啊,走到路上人家戳过了几家骨呢 说生过一个女儿了,又生一个女儿 你说,咱家都单传三代了 光是个女儿,你那个肚子也不争气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女儿多好啊,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啊 再说了,现在男女不都一样吗 你的肆养,怎么还是这么封念呀 不封念,马上都断香火了 你说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呢 临到你这儿,马上就要断了香火了 哎,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什么香火我不香火呀 现在都21世纪了,男女都平等了 男儿女儿都一样 我都来那理你们 小羽,你看,妈说的也对 要不然,我们再要一个吧 不行啊,多多,前两台都是抛肤肠 医生都说了,不能再要了 再要的话,会有危险的 没事儿,再要一个也无所谓 要不然,妈还是会整年生气的 要不然,再要一个试试 万一是个男孩呢 咱妈,以后啊,就不会生气了 不行吧 我说,前两台都是抛肤肠 医生都说了,不能再要了 这儿,不会有什么差错吧 小羽,这应该没事儿 妈,多多,这下都没人说我们了 我呀,终于有大孙的了 妈,这次不会再有人说你了 行了,多多,一回屋休息 妈呀,今天给你做的好吃的补一补 行了 妈,我是不是快生了 多多,你别着急 车呀,准备好了 咱们赶紧走 咱走吧 儿子,你可别像我啊 儿子 没了 什么都没了 儿子 你可别像我啊 这个怎么办呀 都是我造的孽呀 这弄的啥事 这事都怪我啊 是我鼻子 让多多要三胎 这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呀 这个我怎么办呀 大的刚上学 这小的在两岁多 都怪我 怪我造的孽呀 儿子 你可别吓我 你又好起来呀,儿子 姑娘,你好 能找口水喝吗 行,大娘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进屋给你断杯水 好 你先坐 好 这大娘怎么走啊 东西还在这儿 这儿,这儿怎么回事啊 不行,别等我哥回来 哥 你可算回来了 多多 有事吗 当然有了哥 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着急 等你回来啊 今天有个老大娘 她来咱们家讨水喝 然后我一出来 发现她人没了 但是她的东西还在这儿 她袋子里面 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拿出来 让你看看 先拿去吧 你说这多多 这神神秘秘的 这到底有什么事啊 哥 你快看 这不就是一个捡垃圾的袋子吗 有什么看 你看 你看里面 哥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这 这这么多钱 这哪来的 多多 这真是那个 剪垃圾的大尿流下来的 是啊 我一出来 她人就没了 但是东西还在这儿 你说 这怎么这么多钱 这肯定是捡垃圾的大娘 这毕生的积蓄吧 哥 要不然 我们把钱留下来吧 多多 哥从小是怎么教你的 咱们呀 人穷治不穷 这钱啊 咱们不能要 哥 你说什么呢 你看咱们家穷呢 你现在 连个媳妇都没有 要不然这钱 我们就留下来吧 多多 我告诉你 这个钱啊 咱们不能要 哥 行了别说了 把这东西啊放好 说不定啊 过两天啊 那大娘就该找回来了 走进屋 哥俩给你做饭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啊 我必须弄清楚 好啊 是你 你怎么还有脸回来 哥 这是谁啊 这是谁 你说 你是谁 我 你倒是说啊 你呀 没脸说了吧 多多 这个啊 就是咱妈 咱妈 不可能 你早就跟我说过 咱妈早就死了 多多 当年咱妈走的时候 你才三岁 我呀 才七岁 你说他 当时 咱爸重病在床 还欠了一屁股外战 这个女人啊 他为了躲避外战 抛弃了咱们三个 自己啊 离家出走了 哥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 我没有这么恶毒的妈 多多 哥没有骗你 你还不赶紧说 天龙 当时 妈也是迫不得已的呀 我也不想离开你们呀 那个时候 你爸 得那个病 花了那么多钱 欠了那么多债 我是为了挣钱 还账我才出去的 当时 要不是我爸欠了一批外战 你也不会走 现在 我们俩都长大了 你又回来了 你回来干什么 天龙 多多 妈真的不是故意抛弃你们的 当时那个时候 欠了好多外债 人家 要把咱家的房子收走 我为了出去挣钱 留下这个房子 给你们住 妈 才抛弃你们的 行了老太婆 你啊 就别在这装可怜了 我看啊 你是年纪大了 想回来 让我们养你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赶紧给我走 天龙 多多 你想想 自从妈走后 要债的人 是不是没有了 那都是妈 还的 可 妈 说的可能是真的 你看 你看 她还给我们 留这么多钱呢 这些钱 是我还完 你们欠的外债 就是剩下来 和散下来的 拿过来 给你们花的 哥 要不然 你就原谅妈吧 天龙 这么多年 是妈对不起你们 让你们受委屈了 多多 让你们受苦了 都怪妈不好 你能原谅妈吗 行了 多多 妈 我原谅你 是我错怪你了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你一个人在外面 肯定啊 也受了不少苦 妈 你别哭了 哥 咱们带妈回家吧 走 回家啊妈